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CNCO嘛 大家都会在work from home 然后她发现 她就坐着处理了一些事物 然后突然间站起身的时候觉得 我的膝盖不舒服 怎么办 所以我说 Hi Catherine You want to join my video? 好啊 让我说一说 然后再邀请你进来 OK 其实呢 她就是告诉我说 突然间她讲很酸 很酸痛 那我说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来 她说 那我最近坐在家里啊 对着电脑处理事物 因为我粉红 那我就告诉她 你要当心你的脚 因为她本身还没有接触 我们BE的产品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会想要说 开这个直播 因为我发现 这一个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面对的一个问题 好不好 那容许我稍微讲解一点点 关于腿的重要好不好 好 俗话说 人老 其实先 先老腿啊 这句是老人家所讲的一些俗话 那就是说 人如果你外表看来老的时候 其实你的腿 是比你实际年龄还要老 怎么说呢 其实呢 我们腿啊 腿上的那个膝盖关节 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支撑 最重要的关节之一 所以每天要承载我们整个身体的重量 对吗 那你可能不知道 有相信很多人也不知道 连我今天也是今天才了解到 原来 蹲甚至是跪 是让我们膝盖的承受的那个体重 八倍那么多 是不是感觉很恐怖 那怎么办 我要怎么保护我的膝盖 那其实 别担心 也就是为何我今天会开live 因为我想告诉大家 通过我认识的一个牌子 那其实我现在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先 在什么样不同的状态之下 膝盖的承担负担 其实有不同的重量 那躺下时呢 膝盖呢是完全负重是几乎为零的 因为我们放平睡觉嘛 那当我们站立 甚至走路 其实我们膝盖哦 负重的体重呢 是一至两倍 然后下波 上下波 甚至是上下楼梯 是体重的三至四倍 哇 还有一个更吓人的 跑步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去跑步 对不对 就是说啊 我没有上班 我就今天就去jogging 那我们常常看到人家jogging 是很爽 不过其实你会看到他们做了一样东西 就是在那个膝盖呢 都会保护一个保护的 哦 那个nee cap 所以其实跑步 是我们重量的四倍哦 那个膝盖承重 我们的重量这么高 那 蹲跟跪呢 是我们体重的八倍 大家可能可以拿计算机 算一算 如果你自己的体重是50 或者是甚至 我做一个大概一个数据 就80公斤来说 which means你每上一个楼梯 一个梯基 上一个山坡 你的膝盖要承受320公斤的你 那个压力在那个膝盖 那如果你蹲 你的膝盖要承受640公斤的压力 大家是不是想到 会不会被这个数据吓到640 那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是50的话 85 40 那也要400 哇 那怎么办 其实也就是因为如此 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这个 BE Aurora Pants OK 其实这个BE Aurora Pants 它主要 它有 它有七大优势 OK 不过先 告诉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Aurora Kodenshi Bank 有什么特别 好不好 它其实呢 是由日本进口 然后呢 是 里头含有 光电子纤维 然后这个光电子纤维的 这个科技呢 是来自日本哦 然后已经25年的历史 所以大家放心使用 因为日本人已经研发了 这25年 所以 大家已经穿 穿的 接受过这样子的 体验过这样的产品了 只是说不同的 度数的那个Kodenshi 那当然 今天这个Aurora Pants呢 BE带进了 引进了这么棒的产品 其实呢 它是通过生物工程 将陶瓷威力 磨成0.3微米 很小哦 然后融合在纤维里头 那 以提高 远红外线的吸收 其实大家可能不能够了解 什么是远红外线 对不对 颅图 这个青色的呢 就是我们的 Aurora Quadenshi 光电子纤维啦 然后当这个布料呢 一接触我们的体温 OK 它就会散发远红外线 重新输送回 给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如此啊 然后让我们穿着的人呢 保着这个体温 然后释放这个远红外线的时候 回归身体啦 sorry 倒反了 然后舒服和温和 然后重点是 促进血液循环 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重点啦 OK 这是其中最大的优点之一 就是促进血液循环 就如刚才我一开始 我就告诉大家嘛 人老 其实是腿先老 那其实腿 是我们人体的第二个心脏 OK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们的 我们的血液 是往下送嘛 然后还要转一圈送回心脏 那问题是 往下很快 为什么 地心吸引力啊 所以他就 很快的就往下冲 那问题是 要怎么把血液再往身体 送回这个心脏呢 那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要使用到我们小腿的 那个肌肉 压缩 那个 那个 来回收它 那问题是 如果你很少运动的话 你的淋巴根本不操作耶 那如果你常坐 OK 真的是常坐 坐在电脑前面 坐在椅子上 不动 那你要你的血液 你的肌肉都没有动啊 那你血液怎么送回来 对不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朋友告诉我说 Amanda 我的膝盖很酸 我的膝盖很痛 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 整个人有一点脚软的感觉 所以 其实 Aurora Codenshi Pants 的其中一个优点就是 促进血液循环 它可以帮我们的血液 回收 I mean就送回到这个心脏 压缩我们的腿 腿部的肌肉 收缩 然后把血液推回 然后呢 重点在后头 我要让大家知道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特殊 其实 它是一个独特的剪裁 那独特的剪裁 是怎么样独特法 它就是 采用了日本的人体工程学技术 就是从下往上编制 然后把肌肉 往上推 然后跟提拉 那也就是常常所说的啦 它能够推脂归位 然后雕所 曲线啦 更能让肢体灵活活动 轻松不费力 那大家听到这一边 可能就会觉得 Oh Amanda 这是一条瘦身裤 对不对 对呀 因为当血液循环 越好的时候 我们的体内的燃烧脂肪 都会很快 好了 现在呢 我就让大家看一看 这一条裤子有什么 这个是女装版的哦 大家 所以呢 这一边有这个压缩力 所以越往上呢 它的压缩力就越小了 越 越小 然后在下方呢 它的压缩力是很高的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压力 在我们的脚踝 然后再往我们小腿 再找我们的大腿 好不好 那其实呢 这边有几个点 我需要跟大家highlight的 告诉大家的 其实其中一个部位 就是这个前部A部分 它其实有平复效果 然后嗯 就是使 啊 全方位的控制腹部 使突出的部位紧 它可以把我们的脂肪 推回原位 所以才会让你 所谓的推脂国外 让你觉得 哎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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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难不见了 其实真的有这一个功效 它会把它平复 然后第二个呢 所谓的菱形缝合 那其实呢 它有20片的菱形哦 因为是依据这个人体工程学嘛 所以它有20片的 前前后后的 然后穿起来呢 你会很舒适 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再来的第三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配合腿型 不同的施压功效 好 然后第一呢 就是所谓的 它有多一个10 10公分的长度 覆盖整条腿 直至脚裸 上方的10公分 完整的修锁 双腿啦 所以大家如果想让双腿 看了又长又细 真的需要多穿 我们的 奥罗拉 腰带其实很紧实的固定 然后能够保持在腰部的位置 所以别担心 然后最主要 最主要是这一个F 这一个部位 为什么我这么说最重要呢 对生过小孩的妈妈 超需要的 因为呢 能够收紧骨盆 因为它有一个厚实的布料啊 来调整我们的骨盆 然后当然有助于收紧 变得松弛的骨盆 可能大家会好奇 可能如果生过小孩的父母 妈妈都会知道 其实我们的双手 如果你现在拿起来 这就是我们骨盆的形状 然后这一边呢 就是骨盆连接小腿 的这个关节 然后这边就下来我们的大腿 OK 所以你想象一下 当我们生了小孩的时候 我们的骨盆是否打开 因为你要让小孩出 冲着我们的那个阴道 嗯 弄手 来不好意思哦 没声音吗 大家 没声音的告诉我 打个1好不好 有声音吗 不好意思哦 发现最近我这边的线路 真的很糟糕 有声音吗 大家 好的 没事 看大家没有回复 我证明是有声音了 好 然后再来呢 刚才说了一半 OK 当我们生产的时候 我们骨盆就会打开 那打开了过后 小孩很容易就顺产了 那我们骨盆要怎么把它移回去 OK 然后这个B的Aura Pans 它就是有这个紧细 它就会把这个骨盆这样调回来 好不好 OK 然后再来这个G的部分 这一个很特别的这个 OK 它就是提臀的效果啦 OK 它其实是强力的提升臀部 上方之臀部下方的部位 以维持臀部的曲线 所以常常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好像屁股比较扁的 甚至是 因为久坐的关系 会造成你的臀部的脂肪 会往外 往外 往外 会往外啊 所以你穿了这Aura Pans 它会把它归位哦 重点是这个 然后呢 这是男性的设计 这男性的设计 可能大家会很好奇 怎么有这些灰灰 浅灰色 有黑色这一些 其实因为男性 男性的腿的肌肉 跟我们女性有点不一样 所以这整条裤子的设计呢 是真的完全依据 我们人体的肌肉 而车出来的哦 编织出来的 那当然男性跟女性的差别呢 嗯 在这里我需要告诉大家 只有两个部位 两个地方不一样 OK 然后 最主要是 男性呢 会有这个长优的设计 前方 呃 长优设计呢 其实是要让档布 呃 档布的部位呢 其实很柔软的布料 缝合 哦 就是Kodanshi 然后加上柔软性跟柔韧性 哦 舒适性 所以别担心说 Tolen Aurora Kodanshi 难装的 你会觉得 哎呀 我好像很不舒服 不 你的弟弟会不舒服 不会 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好不好 然后再来呢 其实还有一个部位 就是这个膝盖了 膝 膝盖 OK 膝盖呢 其实它是经过特殊剪裁 以支援膝盖 不仅只提供最佳的伸缩性 而可以消除膝盖的疲劳哦 记得刚才大家 我一开播的时候 我说过什么 我的朋友 是不是膝盖不舒服 那 我马上想到 就是 哇 我这边很 我这边有印度同胞 所以很刺激 他们都在染防眼花清楚 没事 不打扰我 呃 话 把他拉回来 好的 就是说因为刚才 他的膝盖很不舒服嘛 因为血液不循环 所以我就告诉他 你需要穿 男装版的 来减缓 甚至来 促进血液循环 让你的膝盖 不会再有处在 那一种不舒服的状态 哦 不过他是一个女生 可能大家就会好奇 啊 女生怎么去穿男装的 oracadensi pants 其实呢 男装女装 男性女性都可以互穿 没有关系 呃 也别担心说 哎 前面不是有U型设计吗 我们女生穿不是怪怪的 不会 他也不会说很突兀的 一块布料在那边穿的感觉怪怪 不会 因为他有伸缩性 OK 如果说 呃 我们是女生的话 呃 身体构造已经是不一样了嘛 所以你不会刺激到那一部分的布料 那 他也就是平 平负的 哦 不会有有有有增加 或者是感觉怪怪的 哦 穿了不舒服 还是什么 不会 OK 来 第三段呢 其实就是强力的加压 补正 补正骨盆啦 就像刚才所说嘛 女性的有贫富功效啦 然后呢 其实产后的六个月 是黄金瘦生期哦 大家 大概了解到什么叫做 蝉后黄金瘦生期 其实大家在做 做这叶子 可能30天到60天 哦 我们就是规规矩矩的 吃啊 用啊 喝的啊 都是跟着做叶子一样 不过那时候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 会遇到一些按摩师 可能会做一些传统式的 就是用布料捆绑的 那种几乎整个人没有办法 坐直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呼吸 甚至是 呃 你要平躺 你要喂奶 都很辛苦 因为那个过程 我经历过 不过因为爱了爱美啊 所以就需要跟着 做这个动作 其实那个感觉 很不好受 为什么 因为第一 那个布料很不通风的 OK 然后那个布料很长 很长 真的很长 就是从 从你的 从你的胃 开始盘盘盘盘 盘到几乎 就是到你的 臀部 到你整个臀部 其实那个过程 捆绑的人辛苦 我被捆绑的人 也更加辛苦 因为我没有办法 做直也没有办法 好好的吃饭 因为被束着嘛 它就是传统的按摩师 就是用那种传统方式 不过那整个过程 的的确确确有帮到我 我发现我骨盆 没有那么宽 那问题是 那也只是在 做叶子的 那一两个星期啊 对嘛 那今天 Aurora pants 它能够让我们 总之你一穿着 它就有这个功效 给你了 去哪里找 它几乎就是我们 随身携带的 一个按摩师 对不对 所以 刚生完小孩的妈妈 想瘦身下来的妈妈 都可以穿 我的小孩 今年已经17岁了 OK 所以我在接触 这个裤子是两年前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 我其实生完小孩的距离 已经是十多年了 然后我才 我才遇到 这一个Aurora pants 老实说 也静悄悄的说 它真的帮我 瘦下了我的骨盆 然后我可以穿 25寸的裤子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到 别灰心 也别说 哎呀 我生完小孩 已经这样子了 我没有办法 找回以前的体型了 不会 都能够收缩回来 然后在男性的呢 其实能够 静缩身形哦 因为 然后在运动的时候 如果你们穿的话 会提高 那个燃烧热量 OK 然后第四个 是最佳的用料 记得刚才 我告诉大家吗 是用光电子纤维 然后呢 其实它用了88.4 所以是很高含量 真的很高含量 然后呢 穿起来 你不会觉得紧绷啊 或是沙沙作响的 好不好 因为它是一个 很透气 很通风 那第五个 就是很高效的通风排汗 其实这个光电子纤维 它已经加了一个nano 所以那个nano呢 它能够抗菌 除臭 已经加工 所以无时无刻保持着清洁 然后没有臭味的 所以如果是穿着它 去做运动的话呢 你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担心 我穿着这样子运动 然后我还要去买东西 甚至做一些东西的话 那我不是全身臭汗味 其实是不会 不会有这个臭汗味 因为当一排汗的时候 它就马上通风 然后就被蒸发掉 就像我现在穿着这个 Aurora Basic Top 那也可以穿着 就是当着去做运动 甚至是外出的时候 我经常都这样子穿着 当然穿着身上的话 那就是 斩烧上半身的脂肪 好不好 因为刚才我们穿长裤 它是斩烧小腿 然后第六呢 其实它是100%日本生产 原装进口 高效啊 高品质 因为Original Mac 日本生产的 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 没有引进这些机器什么的 只是引进了这条裤子 所以如果我们对市价 做一个比较的话呢 可能大家会对市价 有很多说 其他牌子有一些运动产品啊 那其实有不同牌子 OK 他们的价格都 都蛮贵的 三四百块 然后问题是 这些只是一个普通的 运动裤 它没有远红外线 它也不能够刺激我们血液循环啊 它也没有办法说 让我们的燃烧脂肪特别快 没有办法 好不好 然后第七呢 其实呢 让大家看一看 这位美女 那 她就穿着这样子 去运动了 或者是穿着这样子 出门 逛街 或者是一些马来同胞 他们也可以把它穿在里头 当这是内搭 好不好 所以很百搭 很容易穿着 然后男性呢 也就是像这个男性这样子了 OK 他可以很casual的 甚至是很formal 就是上班 这就是当他去做gym 这样的时候 这就是其实就是 很随性 很多服装可以这样搭配 然后再来呢 我们有两项的实验 OK 其中一个实验 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实验呢 就是说 他开始穿着 OK 正常体温 然后呢 穿着了 使用30分钟后脱掉 使用30分钟后脱掉 那个体温还很高哦 对不对 然后这一个呢 是已经脱掉收身裤 大约20分钟哦 你可以看到他的color 其实红色 就是很热的意思啦 黄色还是在维持那边 orange color还是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图呢 也是一样的动作 不过呢 这个普通布料的裤哦 当你除下30 30分钟之后 嗯 他直接马上变成橙色了 然后呢 啊 脱掉裤子过后 马五 马上急速 下降回归正常 我相信这个图表 大家应该不陌生 因为最近CMCO 甚至是从 我们可以外出开始 我们去每一个商场 OK 都会有一家 很大价的电视机 然后我们就要走近过 暂停 然后呢 我们注意看着那荧幕的自己 是什么颜色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留意到 所以 当你穿着这个裤子的时候 你别担心说 哇 Amanda你说 刺激血液循环 那我走近过的时候 那个仪器扫描出来 我不是很高温 不会 他只是让我们维持在 人体正常体温 好不好 大家 别担心说 穿了这个裤子 让我们的体温 增高到40度 这绝对不会可能 也没可能会有这样的 这样的科技在里头 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试验呢 就是说 远红外线的能量的比较 就普通纤维 是这个红色的线条 那蓝色线条呢 就是光电子纤维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这就是温度 然后上面这一个呢 就是远红外线的能量 可以看到 蓝色远远超越红色的 所以穿一件普通裤子 其实是没有远红外线 好不好 普通纤维了 起不了那种作用 然后最后的总结 其实呢 最主要还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听完我这个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话 记得PM我 然后呢 这就是尺寸 我很建议大家 就是一定要依据 这个尺寸来购买 因为毕竟这个尺寸 会比较属于日本人的 因为日本工程学嘛 他会比较依据 他那一边的人民的体型 来设计这条裤子 那当然 以我们亚洲华人来说 以我们亚洲人来说 我们体型都不会跟他们相差太多 所以一定要依据这个尺寸来购买 好不好 然后 其实呢 很容易打理哦 就是手洗 OK 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 通风 不可以漂白啦 不可以丢洗衣机 然后不必烫 不可以烫 OK 因为里头有弹性 缩脚是不允许烫的 其实这整条裤子 说的究竟呢 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 因为好好的对自己的膝盖啦 因为膝盖 真的 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 你就是要动手术了 那当然 我也不介意在此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 我自己的经历 好不好 我自己的见证 那其实我本身 很年轻 OK 其实在三年前我去爬 I know 2018年 2018年我去爬那个 沙巴神山 KK山 然后爬那个神山的时候 其实也做了很多保护啊 OK 所以knit guide啊 那个compress socks啊 总之很齐全的那些装备啦 OK 然后呢 当我要供顶的那一个凌晨 我发现我只能够爬到3800km 我没有办法供顶 为什么 我在那一个时段 就是我们看着我们的100元的 那个钞票的那个顶峰 我就在那个顶峰卡着 因为我的膝盖痛 我的膝盖开始酸痛 虽然那个岛 山岛是告诉我 嗯 还有一点点而已啦 还有100多公里就到了 100 sorry 100多m 那公里 sorry 3800m 其实还有100多m就到了 就到宫顶 不过我想的是 不是那100m到顶 我是想的是 我要怎么让我自己 从3800m下到山脚下 我的膝盖是不是可以成熟 所以因为我当下是很爱惜我自己 我没有因为要供顶的那一个决心 而去伤我的膝盖 所以我放弃 虽然只到了那3800m 虽然是拿了那个文凭是黑白的啦 我觉得 我觉得我没有亏待我自己 因为至少我的膝盖没有那么的伤 因为其实那一天我下到下山的情况 就像大家所讲的螃蟹走路 螃蟹行的下山 不是走路 我是下山的 那个是永远永远在脑海里头抹不了 因为真的很痛 很酸很不舒服 就是已经查了药油啊 那个药膏啊什么都敷了 都没有办法 然后那一天到了山脚已经是傍晚6点 有时以来整个山已经没有人了 那个山倒是陪着我啦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朋友 两个人 we are the last two 因为我受伤了 所以回来之后呢 我做了一个事情 我不敢跟我老公讲 然后我不敢跟我家人说 然后我也不想去看医生 因为我知道我去看医生 医生一定告诉你 来你吃这个止痛剂 来你打这个针 就会好 因为我之前已经接触自然疗法 就是喝蔬果露的那种 Rotu4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要啦 我用自然疗法 然后我喝一些油状的东西 来吃鸡 一些油来 给我的膝盖啊 震肾啊 不会那么不舒服 然后我发现不行 我连续几个月下来 我完全不能 完全没有效 然后在一个很机缘巧合之下 我遇到了我的上线 就是Dartine Irene 她就告诉我说 Amanda 我遇到了一条神奇酷耶 很适合我 我为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常做医工 然后她知道 我经常要跪要拜 所以她说 很适合我 然后我其实当下就觉得 需要吗 我不是很有问题耶 我们人都是常常患于一个毛病 就是把自己的问题 把它看到很小 好像觉得没事 OK 自己会好 想得太天真 其实不会好 所以当下我就 好吧 我就马来试 那一试之下不得了耶 那一个晚上我马上感觉到什么 我走路 我整个脚好轻松 虽然酸还有 不过不至于之前那样子的酸痛 不舒服 它已经舒缓了 它已经舒缓 然后再来那一个晚上 其实是隔天早上我老公说啦 因为我不知道 睡觉了 他说 嘿 你昨天晚上没有跟我抢背 我说 因为我是很怕冷的人 我是手脚冰冷的人 然后我是需要穿长裤 长袖衣才能够睡觉 你知道我在马来西亚一定要开冷气 那你一开冷气 你又要盖背 又要盖长袖 不开冷气又不能睡觉 因为天气太热 所以很矛盾 对不对 所以就发现了这一个意外收获 然后接下来呢 我竟然发现 我其实在不知不觉中 我老公发现了 他就说 你最近上楼梯 好像不用踩了一个几 几级就要停在半中间休息一下 休息一个四五秒这样 然后再往上爬 他好像说 你现在好像可以直接上楼 上楼耶 就不用停在半路 我说好 我自己没有发现 所以常常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身边 整边的人才会告诉你 那当然我就是 发现了这一个 他真的改善我膝盖问题 所以当我这个朋友 为什么他会那么的相信我 就是说告诉我 Amanda 我今天起来过 我发现我的脚很痠痛 怎么办 也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我需要 不只告诉他 我也想说 今天on的这个live 我就想告诉我身边的所有 在facebook里面 我的朋友们 OK 膝盖真的很重要 不要轻视他 我再重复一下 因为现在开始有一些 外地的朋友进来 其实膝盖 我今天on这个live 是要跟大家说 这个膝盖的重要 OK 膝盖呢 其实在躺下的时候 是没有负担 因为我们睡了 OK 然后其实在站立 在走路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 臣腹的那个重量 是我们的体重 一至两倍 OK 然后上下坡 所以大家可能喜欢去做 爬山啊 上坡下坡 是不是 甚至是上下楼梯 其实是我们体重的 三到四倍 然后呢 跑步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 做这个动作 慢跑啦 快跑啦 进走啦 OK 这种快动作 用到脚的 是我们体重的四倍哦 那个压力 然后再 最夸张的一样事情 就是蹲 甚至是跪 是我们体重的八倍 那么大家 就计算机 算一算 你自己目前的体重 是多少啦 那你如果体重是50的话 上下坡 上下楼梯 体重三至四倍 你就成四 那就是你的膝盖 要承受200公斤的你 那如果说你是跑步的话 同样四倍 再来 蹲或者是跪 是八倍 那你如果是50公斤 那八倍就是400公斤 所以大家 今天听完我这个sharing 是不是要很IC 我们的膝盖呢 真的不要开玩笑 不只是腿要照顾 是我们膝盖也要照顾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开着live 就是因为我发现这Aura Quadential Pants 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膝盖辅助 这个区块 这是男装版的 OK 这男装版 你装都能够 你性都能穿 不好意思 讲太快了 所以今天 听完我的故事 如果觉得今天我这个live 能够帮到你 甚至是你觉得你身边 有一些朋友 也有面对这个问题 跟他们分享 然后告诉他们 甚至是可以PM我 就是说 这个东西 这个Aura Quadential Pants 你们觉得有兴趣 想了解更多 私了我 甚至是message 我都可以 我会无私的 跟大家分享 甚至是教大家 如何来照顾 不只是膝盖 就是我们全身 其实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部位 都要好好的照顾 因为零件很贵 不容易早 大家相信你听了很熟悉 这一句话 好不好 好的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今晚进来 支持我小妹的分享 那当然陆陆续续 我都会尽量 早一点 跟大家分享 因为今天 其实也蛮临时的 就做了这场live 好的 拜拜 拜拜